大家好,我是SPACE的利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這一個系列的水 五行的水 在內臟的部分它是膀胱和腎 這兩個內臟,膀胱的話它是在我們的肚臍的下方 然後非常的靠近我們的齒骨 腎臟的話是在我們的後方下背的位置 左右各有一個 這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腐具 有兩條毛巾,兩條毛毯 兩個瑜伽枕,兩個瑜伽磚 和一條瑜伽繩,以及一張椅子 如果你準備好了,我們就可以開始 第一個動作,我們會做坐姿的前彎 我們會需要先把我們的瑜伽椅移到墊子裡來 可以讓我們的瑜伽椅穩定,不會滑動 我們會另外需要把兩個瑜伽磚放在椅子的前方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再調整它的距離 一個或兩個抱枕 可以先把它準備在側邊 也可以使用一條毛巾 也可以使用一條毛巾 在這個動作裡,我們會需要用到繩子 把繩子打開的話 會看到在最裡面有一端是有鐵環的 用雙手順一下繩子 確定它沒有打結 把沒有鐵環的一端 直接先穿進去兩個環 拉出一點點繩子之後 準備回頭 回頭的時候 你遇到的第一個金屬環把它放掉 穿遇到的第二個金屬環 穿過去之後 你會看到 你的繩子變成是 一個可以調整的圈圈 今天這個圈圈 我們會用來綁住我們的雙腳 準備好之後 面對你的磚塊 把腳伸直 如果腳伸不直 就可以去調整磚塊的位置 這個時候你坐的位置 也要坐在瑜伽椅比較前方 要確定到我們的坐骨 是有支撐在椅子上的 磚塊的位置慢慢的往前挪 那你伸直腳的時候 讓磚塊的轉腳 支撐到我們的腳掌 腳的寬度 如果是比較容易下背痛的同學 可以讓腳維持骨盆的寬度 如果比較柔軟的同學 也可以讓兩個腳是併著的 那決定好腳的寬度之後 你可以用你的繩子 把它放在小腿或者是大腿的部分 繩子不需要綁得非常的緊 它只要能夠幫助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 讓我們的腳維持我們想要的寬度 比較容易駝背的同學 可以用手壓在椅子的兩側 往下推的時候 讓上半身延伸 準備好之後 把你的抱枕 拿起來之後呢 這個抱枕的功用是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玩膝蓋的時候 我們的腿會比較浮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把抱枕放在大腿上 然後去讓抱枕的重量 幫助你的大腿往下沉 所以身體在腿的部分比較緊繃的話 也許你的動作做到這邊就已經很好了 比較柔軟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抱枕 改成縱向的方式 它可以放到小腿和大腿 往前的時候 用手輕輕往下壓抱枕 順便幫助上半身上提 讓上半身慢慢的往抱枕的方向前彎 可以讓你的手伸到抱枕的前方 所以你的手會比較穩定 需要的話 你也可以讓你的手 扶著手肘支撐你的額頭 如果脖子比較緊的同學 可以用毛巾 在你上半身滑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用毛巾去支撐你的額頭 進入動作之後 保持你的雙腳 一點點的力量去推磚塊 這個力量可以幫助你的腳的延伸 這個動作的伸展可能會不是只有在腳 可能會包括你的臀部 包括你的整個背部 停留三到十個呼吸 當你準備好要起身的時候 可以先用你的雙手 往下 給抱著一個推的力量 起來的時候如果停了比較久的同學 頭要比較慢的速度起來 起身之後 把身體上比較重的扶具 離開 收回雙腳踩地 解開繩子 我們可以進入我們的下一個動作 在下一個動作裡 我們會需要用到的輔具 頭部的下方 我們可以放一條瑜伽毯 來支撐我們的頭 我們可以準備瑜伽磚 放在身體的側邊 讓身體躺下來 來頭有支撐 兩個腳彎膝蓋 大概讓你的腳踩在膝蓋的下方 先把我們的磚塊 放在骨盆的兩側 或者是稍微往腰部靠近一點 準備好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把左腳提起來 比較緊繃的同學 可以用你的左手 或者是雙手 先扶著你的膝蓋 然後在這邊停留 如果你準備好的時候 可以試著讓你的左手 去找到左腳的大腳趾 慢慢地打開小腿和大腿 也就是膝蓋的角度 試試看讓它們來到90度 然後讓你大腿 往剛才放好的磚塊的方向 慢慢地放下來 這個動作不要太快 我們希望當你把腿放下來的時候 你感覺到的會是從大腿後側一直到 臀部這個位置的伸展 柔軟度比較好的同學 也可以試著把另外一隻腳先伸直 到動作裡停留之後 可以等待三到五個呼吸 如果有伸直腳 要回來的時候 先把伸直的腳收回來 然後呢 慢慢地放掉腳 也許需要扶著膝蓋 讓它收回來的速度可以緩慢一點 回到兩個腳都踩地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做右邊 用單手或者是雙手 先把膝蓋扶起來 比較柔軟的時候 找到你的大腳趾 打開膝蓋的空間 慢慢地帶著大腿往下 靠近磚 確認一下 我們感覺到的伸展是不是在這 在你的臀部到大腿的後側 在你的臀部到大腿的後側 有可能的話 再試著把另外一隻腳伸直 停留三到五個呼吸 結束的時候 先把伸直的腳收回來 慢慢地把彎曲腿收回來 扶著膝蓋讓它穩定 回到兩個腳都踩地的位置 可以往側邊側躺 然後再起身 下一個動作 我們會需要 用到 兩個毛毯 一個毛毯也是一樣支撐我們的頭部 另外一個毛毯 我們會放在 我們的 骨盆的位置 在這個骨盆的毛毯的上方 我們還會再加上一條毛巾 這條毛巾 我們會把它折成 也是 間錐的大小 間錐的大小 是跟我們的手掌的大小差不多 從我們的褲頭往下 我們在這個動作 直際上要支撐的是尾錐 尾錐的話 大概你這樣子放下去 會是在中指的指尖這裡 所以在這個動作裡面 我們還會需要到兩個磚塊 放在兩側備用 等一下可能會需要用到它 去支撐我們的膝蓋 最後呢 還會需要第二條大毛巾 這個大毛巾等一下放的位置 會是在腎臟的位置 也就是一開始說的下背 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到我們準備的毛巾上 大概是剛才那個中指碰觸的地方 在進入動作的時候 手往下推 把它往前挪一些 躺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你的間椎和尾椎 都可以得到這個毛巾和毛毯的支撐 頭部下方有上方的毛毯的支撐 腎臟下方也就是比內衣線在低一點點的位置 這個位置有另外一條毛巾的支撐 膝蓋的下方有磚塊的支撐 這些高度都是可以再調整的 進入動作之後 手可以放鬆 這是一個休息順便伸展的動作 所以如果比較疲倦的時候 也可以閉眼 停留3到10 甚至是更久時間的呼吸 在這個動作 你感覺到的是 在我們的下腹部 靠近膀胱的位置 它得到了後方的毛毯和毛巾的支撐 所以這個區域 你覺得它是比較輕的 準備好 要離開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可以把你的雙腳 慢慢的膝蓋併攏 提起膝蓋 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扶著膝蓋 挺在這邊 讓自己側躺 然後推地起身 最後的一個動作呢 我們會是趴姿 下一個動作 我們是從後方 去支撐我們的前方 那這個動作 我們會倒過來 我們是從前方 去支撐我們的後方 所以在下一個動作裡 你比較輕的位置 是後面 會需要另外有一個支撐 是在我們的額頭的下方 完全進入動作之後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抱枕 用來幫助我們增加重量 進入動作的時候 可以先從四足跪姿 然後把我們鼠膝以上的部分 也就是下腹部 慢慢的靠在毯子的邊緣 最後整個腹部 和一點點的胸腔 都會靠上去 可以留意到 在過了你的鼠膝 到大腿 是慢慢的往下 接近地板 還是下沉的感覺 進入動作之後呢 讓你的額頭的下方 可以有毛巾 毛巾的高度 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你感覺到 當毛巾墊好之後 你的脖子的兩側 脖子的後方 都可以保持延長 手的話呢 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手肘 大概是在耳朵 往外開的位置 你感覺到你的身體 都是輕鬆的之後 可以加上 我們準備好的抱枕 把這個抱枕 慢慢的加上來 讓它的重量 可以平均的貼到 你的背和骨盆 最後在這個動作裡面 保持你的呼吸 一樣是三到十 或者是更長 所以這個動作 你感覺到的會是 把身體從前側 向後側支撐 你感覺到你的身體 比較舒服了 你想要離開這個動作的時候 先把比較重的輔具 移到旁邊 起來的方式 可以用更舒服的方式 你把你的右手往前伸 讓你的背 向右邊的方向滾動 這樣可以很簡單的進入到側躺 等到準備好的時候 手推地 就可以慢慢的起伸 這是今天的練習 今天的練習要注意到的是 如果你有鼠息的疼痛 或者是你有下背的疼痛 甚至是如果你有膝蓋的疼痛 都可能在今天練習 需要放慢速度 或者是隨時讓自己大休息 謝謝今天大家的練習 我是Space的利老師 請訂閱Space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一次大家會有些人 分享到照顧 每次都是 三位 三位 四位 三位 三位 四位 三位 四位 六位